大佛普拉斯是由台湾导演黄信尧指导的黑色幽默片 讲述了一位网路直播网红的荒诞生活 以及他和身边人的关系 影片以强烈的黑色幽默风格和荒诞的情节 刻画出现代人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矛盾和迷茫 影片的主角大佛普拉斯阿涛氏是一位网红 他每天在网路上直播自己的生活 吸引了大量的粉丝追随 然而他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一个孤独 疲惫和不知所措的人 他的生活似乎被网路所主导 而现实却让他感到束缚和无助 随着剧情的发展 大佛普拉斯渐渐发现 他的追随者和粉丝对他的关注和喜爱 并不能给予他真正的快乐和满足感 他开始寻找自己真正的生命意义 希望能够从网路世界和虚拟生活中走出来 找到一个更真实 更有意义的人生 除了主角大佛普拉斯的故事之外 影片还讲述了其他角色的荒诞生活 以及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 例如大佛普拉斯的同居女友月月 废庆仪式 在虚拟世界中成为了网路名人 但现实中却不断的被大佛普拉斯忽略和冷落 还有一位千方百计的 想追求大佛普拉斯的网路名媚安娜 翻译成是 在现实中却是一个拥有一个婴儿和丈夫的普通人 大佛普拉斯以独特的视角和鲜明的风格 描绘了现代人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矛盾和迷茫 重现出一种黑色幽默的氛围 影片不仅是一部有趣的电影 更